5月10日,周五,金岛训练目标,4公里有氧,加10公里马拉松配速,加油,加油。 啊,学院结束,总共跑了17.11公里,用了一小时11分钟,平均配速411,我就喜欢1,跟大破姐学的,喜欢1,平均行李147,六大行李169, 最快1公里,342,不平196,不服122,上升65,下降55,有氧3.1,无氧3.1, 啊,就是5公里有氧,大概就是440,430,第5公里,热热一下省405,第5公里, 之后,之后的10公里就是355左右,啊,这就是15公里,又跑了两,又跑了两公里有氧, 慢跑,三,四,430左右,17公里,挺好, 啊,有氧加马飞节奏啊,啊,明天,合金力量训练,周日带来个马飞节奏,长距离,就是15公里有氧加10公里马飞节奏, 后25,哎呀,10号了啊,26还有半个月,哎呀,今天开始订票了, 就别忘了订票啊,24号,24号走的,25号走的,24号走的,今天可以订票了,哎呀,呵呵,这下,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, 这准备了这七个月,哎呀,我还要忙,就是,赛前这半个月,这个睡眠给得好好调整, 得是这个,晚上9点10点就睡觉了,两次,要不你赛前一周,你突然间9点睡觉去不着,这个就得是这个, 适应,去适应,多晨跑,去适应这个比赛这个时间,比赛都是早晨,对吧,多多晨跑,晚上早睡早起,这个生物中就需要适应, 这个睡眠,就赛前的这个睡眠挺关键的,因为你睡不好的身体,这个疲惫, 你别,你别这个比赛了,你不比赛,你睡不好,这个身体都有疲惫感, 你带上赛道更不行,就像那个,吉普交革说,那个东京没跑好, 这原因是他受到这个网络,攻击之后,网报之后,这个睡,三天没睡觉说没跑好, 嗯,这赛前一晚吧,一般的大多数都是焦虑,有点焦虑,就是可能是睡不太好, 那这赛前那几周,都都这么说吗,赛前那几天,就是四五天,是关键的, 赛前一晚呢,就无头位了,赛前那四五天睡,睡得好的话,赛前一晚, 可以那个什么呢,就是,也没有太重要,我的睡眠就是, 因为我是晨跑,我每天晚上九点,就基本睡觉了, 有时候说不到九点就睡觉了,因为,我都四点多钟就醒了, 白天,就上班啊,每天那个晨跑六点来钟就到家了, 六点半,六点来钟,到家了,啥也不耽误,这个是晨跑, 我这个睡眠还行,睡眠吧,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, 有人就是叫大,有人就叫小,我反正就是九点到四点, 基本上睡得还行吧,能睡到六七个小时晚上, 早中午,早中午我有补一劲,中午大概半个小时, 或有时候一个小时,都没准,就自然醒,中午, 就是我的睡眠,因为有规律, 我只要九点钟躺那儿,我基本就是, 就是到四点我才醒, 嗯,那个,就是如果是醒了,我也闭眼就躺那儿, 养神呗, 就坚决不动手机, 嗯,昨天,前天那个新闻不说吗, 半夜醒了,不要动手机, 半夜醒了, 你看,看,看,拿手机,看几点了, 一看几点了,啊, 紧接着再玩回手机,完了, 其实更睡不着了, 所以,保持着,保持着好的睡眠, 也是有一定的方法, 嗯, 还是就是有养成这个规律吧, 赛前睡眠, 要重视啊, 加油,加油, 加油,